学会 我们的号角月报 每月发行量已达44万份 发行地区 更是遍布世界多个角落 以前我们去餐馆的时候 都不晓得怎么进去给人家讲话 那现在就比较好 很多弟兄姐妹都上报纸了 他们就拿好多份去送给他的朋友 同事还留两份寄到大陆去 你看我上报纸了 那报纸上的一些小故事 圣经的话语一些见证就帮助到人了 我们还有电台广播节目 和网上电台 即可以24小时访问的角生网站 这些都已成为人们寻求实际帮助 获得心灵安慰的接触点 角生在这25年里 努力搭建的事工 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生命里的祝福 角生就是默默在做 角生就是吹号很大声 我们希望我们的事工就是这么powerful 但是我们却是默默在做 让我们更觉欣慰的是 其间很多人也因着角生的帮助 找到了那位生命之主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 鼓舞着这些主内精英 甘愿接受角生微薄待遇 以无私奉献的精神 投身于兼具 改变他人生命的使命 在角生里面 很多人进来的时候 是带着一个梦 一个在主里面的梦 每一次当我们接触到不同的人 也改变不同的生命的时候 那种满足是任何的金钱 都没有办法换回来的 其实如果你看到 角生的同工不多 比起我们的工作量 可能你觉得 为什么他们这么少的人 可以做这么多的事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卫生 他们愿意卫生 是服侍着服侍人 所以这个卫生就产生很大的力量 25年来 角生走过的是一段漫长的信心之路 虽然有很多时候 我们会面临缺乏 但回首至今 我们却都看见施恩的主 一直看顾引领 让我们衣服没有穿破 脚也没有肿地 走过了这样的日子 我亲历的神是一个无变为有的神 在角生我过去已经有两个经验 一个就是罗省的使命大楼购买的事情 而且医疗中心购买的事情 我就看到神是供应给角生的神 他也给我看到 角生的工作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他是庄家之主 他应许赏赐每一个仰望他的人 他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 我们也实在感恩 角生得到了许多弟兄姐妹 默默地祷告 纪念和帮助 他们透过各样方式 给予我们有力的支持 也成为了我们向前迈进 不敢懈怠的动力 我觉得角生也可以 被形容为一个基督徒的会典 意思就是说 可以集中所有基督徒的力量 把师奉的成果 备正 要扩张你账目之地 张大你居所的慢子 不要限制 角生已经经过25年的日子 所以在未来的工作 是应该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改变 角生在节里的最主要的角色 是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说 大家可以在上面去建议的 将来的角生 是不单只是角生 而是希望能够联合很多 大家都是有心来传福音 有心来将福音传到地极的机构 当然我们不会改变的 就是我们对社区的关怀 我常常都觉得 脚踏实地的那种每天每时的关怀 那个会帮助我们得到这个社会的信任 让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宏观的一种关怀里面 可以发生作用 耶和华说 我的羊在珠山间 在各高缸上流离 在全地上分散 无人去寻 无人去找 所以 你们这些牧人 要听耶和华的话 有以便以泄的神引领 又有你的支持 展望角生未来 我们更觉要全速全面地 推动关怀步道施工 我们也盼望 更多有心智的弟兄姐妹 加入角生的行列 与我们同心同工 为主寻回 在各地各方 失落的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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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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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